舔鸭洗脑 雅虎拍卖贩售中 第二章 无限公司 第一节 设立 第四十条 无限公司之股东应有二人以上 其中半数应在国内有住所 股东应以全体之同意 定立章程 签名或盖章 置于本公司 并每人各职一份 第四十一条 无限公司章程应在名左列事项 一 公司名称 二 索赢事业 三 股东姓名 住所或居所 四 资本总额及各股东出资额 五 各股东有以现金以外财产为出资者 其种类 数量 价格或估价之标准 六 盈余及亏损分派比例或标准 七 本公司所在地 设有分公司者 其所在地 八 定有代表公司之股东者 其姓名 九 定有执行业务之股东者 其姓名 十 定有解善事由者 其事由 十一 定立章程之年 月 日 代表公司之股东 代表公司之股东 不被置前向章程于本公司者 处新台币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还 连续拒不被置者 并按次连续处新台币二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还 第二节 公司之内部关系 第四十二条 公司之内部关系 除法律有规定者外 得以章程定之 第四十三条 股东得以信用 劳务或其他权利为出资 但需依照第四十一条第一项第五款之规定办理 第四十四条 股东以债权抵做股本 而其债权到其不得受清偿者 应由该股东补缴 如公司因之受有损害 并应赴赔偿之责 第四十五条 各股东均有执行业务之权利 而付其义务 但章程中定定由股东中之一人或数人执行业务者 从其定定 前项执行业务之股东需办数以上在国内有住所 第四十六条 股东之数人或全体执行业务时 关于业务之执行 取决于过半数之同意 执行业务之股东 关于通常事务 各得单独执行 但其与执行业务之股东 有一人提出异议时 应即停止执行 第四十七条 公司变更章程 应得全体股东之同意 第四十八条 不执行业务之股东 得随时向执行业务之股东 质询公司营业情形 查阅财产文件 账簿 表册 第四十九条 执行业务之股东 非有特约 不得向公司请求报酬 第五十条 股东因执行业务所贷电支款项 得向公司请求偿还 并支付电款之利息 如息负担债务 而其债务尚未到齐者 得请求提供相当之担保 股东因执行业务 受有损害 而自己无过失者 得向公司请求赔偿 第五十一条 公司张成定名专有股东中之一人或数人执行业务时 该股东不得无故辞职 他股东亦不得无故使其退职 第五十二条 股东执行业务 应依照法令 章程及股东之决定 违反前项规定 致公司受有损害者 对于公司应付赔偿之责 第五十三条 股东贷收公司款项 不于相当期间照缴或挪用公司款项者 应加算利息 以并偿还 如公司受有损害 并应赔偿 第五十四条 股东非经其他股东全体之同意 不得为他公司之无限责任股东 或合伙事业之合伙人 执行业务之股东 不得为自己或他人为与公司同类营业之行为 执行业务之股东违反前项规定时 其他股东得已过半数之决议 将其为自己或他人所为行为之所得 作为公司之所得 但自所得产生后于一年者 不在此线 第五十五条 股东非经其他股东全体之同意 不得以自己出资之全部或一部 转让于他人 第三节 公司之对外关系 第五十六条 公司得已章成特定代表公司之股东 其未经特定者 各股东均得代表公司 第四十五条 第二项之规定 于代表公司之股东准用之 第五十七条 代表公司之股东 关于公司营业上亿切实物 有办理之权 第五十八条 公司对于股东代表权所加之限制 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 第五十九条 代表公司之股东 如为自己或他人与公司为买卖 借贷或其他法律行为时 不得同时为公司之代表 但向公司清偿债务时 不在此线 第六十条 公司资产不足清偿债务时 有股东复联代清偿之责 第六十一条 加入公司为股东者 对于未加入前公司已发生之债务 义应负责 第六十二条 非股东而有可以令人信其为股东之行为者 对于善意第三人 应付与股东同意之责任 第六十三条 公司非弥补亏损后 不得分派盈与 公司负责人违反前项规定时 各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居易或科或并科新台币六万元以下罚金 第六十四条 公司之债务人 不得以其债务与其对于股东之债权抵消 第四节 退股 第六十五条 张承未定公司存需期限者 除关于退股令有定定外 股东得于每块纪年度终了退股 但应于六个月前 已书面向公司声明 股东有非可规则于自己之重大事由时 不问公司定有存需期限与否 均得随时退股 第六十六条 除钱条规定外 股东有下列各款情势之一者退股 一 张承锁定退股市由 二 死亡 三 破产 四 受监护获辅助宣告 五 除名 六 股东之出资 经法院强制执行者 一 前向第六款规定退股时 执行法院应于二个月前通知公司及其他股东 第六十七条 股东有左列各款情势之一者 得经其他股东全体之同意一决除名 但非通知后不得对抗该股东 一 应出资资本不能照较或屡催不较者 二 违反第五十四条第一项规定者 三 有不正当行为妨害公司之利益者 四 对于公司不尽重要之义务者 第六十八条 公司名称中列有股东之姓或姓名者 该股东退股时 得请求停止使用 第六十九条 退股之股东与公司之结算 应以退股时公司财产之状况为准 退股股东之出资 不问其种类 均得以现金抵还 股东退股时 公司事务有未了结者 于了结后计算其损益 分派其盈亏 第七十条 退股股东应向主管机关申请登记 对于登记前公司之债务 于登记后二年内 仍负连带无限责任 股东转让其出资者 准用前项之规定 第五节 解散 合并及变更组织 第七十一条 公司有左列各款情势之一者解散 一 张成锁定解散事由 二 公司索赢事业已成就或不能成就 三 股东全体之同意 四 股东经变动而不足本法所定之最低人数 五 与他公司合并 六 破产 七 解散之命令或裁判 前项第一款 第二款得经全体或一部股东之同意继续经营 其不同意者视为退股 第一项第四款得加入新股东继续经营 因前二项情形而继续经营时 应变更章程 第七十二条 公司得以全体股东之同意 与他公司合并 第七十三条 公司决议合并时 应急编造资产资债表及财产目录 公司为合并之决议后 应急向各债权人分别通知及公告 并指定三十日以上期限 声明债权人得于其限内提出异议 第七十四条 公司不为遣调之通知及公告 或对于在指定期限内提出异议之债权人不为清偿 或不提供相当善保者 不得以其合并对抗债权人 第七十五条 因合并而消灭之公司 其权利益物 应由合并后存续或令立之公司承受 第七十六条 公司得经全体股东之同意 以一部股东改为有限责任或令加入有限责任股东 便跟其组织为两核公司 前项规定 于第七十一条第三项所规定继续经营之公司准用之 第七十七条 公司依前条变更组之时 准用第七十三条至第七十五条之规定 第七十八条 股东依第七十六条第一项之规定 改为有限责任时 其在公司变更组之前 公司之债务 于公司变更登记后二年内 仍负连带无限责任 第六节 清算 第七十九条 公司之清算 以全体股东为清算人 但本法或章程令有规定或经股东决议 另选清算人者 不在此线 第八十条 由股东全体清算时 股东中有死亡者 清算事物由其继承人行之 继承人有数人时 应由继承人互推一人行之 第八十一条 不能依第七十九条 规定定期清算人时 法院得因厉害关系人之申请 选派清算人 第八十二条 法院因厉害关系人之申请 认为必要时 得将清算人解任 但股东选任之清算人 亦得由股东过半数之同意 将其解任 第八十三条 清算人应于就任后十五日内 将其姓名 住所或居所及就任日期 向法院申报 清算人之解任 应由股东于十五日内 向法院申报 清算人由法院选派时 应公告之 解任时一同 违反第一项或第二项申报期限之规定者 各处新台币三千元以上一万五千元以下罚还 第八十四条 清算人之职务如左 一 了结现物 二 收取债权 清偿债务 三 分派盈余或亏损 四 分派剩余财产 清算人执行前项职务 有代表公司为诉讼上或诉讼外以切行为之权 但将公司营业包括资产负债转让于他人时 应得全体股东之同意 第八十五条 清算人有数人时 得推定一人或数人代表公司 如未推定时 各有对于第三人代表公司之权 关于清算事务之执行 取决于过半数之同意 推定代表公司之清算人 应准用第八十三条第一项之规定向法院申报 第八十六条 对于清算人代表权所加之限制 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 第八十七条 清算人就任后 应急检查公司财产情形 造举资产付债表及财产目录 送交各股东查阅 对前项所为检查有妨碍 拒绝或规避行为者 各处新台币二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还 清算人应于六个月内完结清算 不能于六个月内完结清算时 清算人得申序理由 向法院申请斩期 清算人不予前项规定其限内清算完结者 各处新台币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还 清算人欲由股东询问时 应将清算情形随时答复 清算人违反前项规定者 各处新台币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还 第八十八条 清算人就任后 应以公告方法 催告债权人报名债权 对于明知知债权人 并应分别通知 第八十九条 公司财产不足清偿其债务时 清算人应急申请宣告破产 清算人移交其事物于破产管理人时 职务即为中了 清算人违反第一项规定 不及申请宣告破产者 各处新台币二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还 第九十条 清算人非清偿公司债务后 不得将公司财产分派于各股东 清算人违反前项规定 分派公司财产时 各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居以货科或并科新台币六万元以下罚金 第九十一条 剩余财产之分派 除章成令有定定外 一个股东分派盈于或亏损后竟于出资之比例定之 第九十二条 清算人应于清算完结后十五日内 造具结算表册 送交各股东 请求其承认 如股东不于一个月内提出异议 即是为承认 但清算人有不法行为时 不在此线 第九十三条 清算人应于清算完结 经送请故东承认后十五日内 向法院申报 清算人违反前项申报期限之规定时 各处新台币三千元以上一万五千元以下罚还 第九十四条 公司之账簿 表册即关于营业与清算事务之文件 应自清算完结向法院申报之日起 保存十年 其保存人 以股东过半数之同意定之 第九十五条 清算人应以善良管理人之助益处理职务 躺有待忽而至公司发生损害时 应对公司复联代赔偿之责任 其有故意或重大过失时 并应对第三人复联代赔偿责任 第九十六条 股东之联代无限责任 自解善登记后满五年而消灭 第九十七条 清算人与公司之关系 除本法规定外 依民法官与委任之规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欢迎可�試